我是提问是关于那个嗅觉和味觉 所以我可以提问于你 也可以提问于邵白军 你们谁能回答我的问题 我看到你好像在这个chat里面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新冠的那个嗅觉 味觉的异常 是一定是一个患者 嗅味异常都有呢 还是可以分别出现 就是一个病人他只有嗅味异常 一个病人只有嗅觉异常 或者只有味觉异常 可不可以是分开的 那么这种病症如果不治疗的话 他们可以延续多久 邵老师在吗 请我们邵老师先 邵老师请你先来回答 我们江老师的问题 江老师你好 你好 你这个问题啊 我见到这些病人 或者是我见到的新冠肺炎的病人 都同时有 这个事呢就是挺难的 就是为什么都同时有 我也在咀磨这个问题 是不是啊 这我想还是从这个神经 外周神经方面来考虑 就是说那个都有 这些症状 但是有到啥程度呢 就是能不能治 比如说我说这个啊 比如说我现在最近这些 这段时间里 就没有来这个嗅觉和味觉 这个后遗症 没有了 是不是这个外周神经 它这个恢复到半个年之后左右 它就自动就恢复了 那么直接就治疗好了 自己不治是不是也有学好 说王老师我是可怜是不是 你治疗呢 可能是有助于它快点好 这个也有这个 就是是不是有这个方面了 太一个 就是能不能永久没有 如果我想啊 这个嗅觉问题 如果是中枢问题 不是中枢神经的问题 确实在中枢神经有问题 这个病毒已经捐化到中枢了 把秀神经的这个 这个把它捐化中枢的问题了 那这个事呢 只是好像他们解剖 都是在这个 在这个 它恢复不会这么快 我想 而且是都是好多人 这个证明了 文献记者证明的报道 都是说 在这个 趋势的人的身上 发现了脑部 发现了这个新冠病毒 是不是啊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这个都没了 还不存在着 它解决不解决的问题了 就是已经到中枢了 我估计这个人 如果这个新冠病毒到中枢了 可能存在的可能性 不是特别大了 我是这么分析的 那就是不存在着 它能不能恢复了 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这两天 真收了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呢 他就是一个味觉丧失 他就是味觉丧失 但是 他可是新冠阴性 所以我现在就奇怪 这个人 他到底是不是新冠 就说这个 那这个事啊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这个人呢 他的这个 群泛的外周神经 只是群泛到了鼻腔了 鼻粘膜 鼻粘膜上皮 这个 这个 他这个鲜毛 或者什么 群泛到这个的感受器了 是不是没有群泛到 我们平时感冒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这个嗅酒有问题 没听说谁味觉 是不是啊 就是说他这个是不是根据感冒有关 或者是其他病毒 这个咱们是很难确定 我不敢说这个 因为他已经 是不是 一会儿你听王老师 田杰老师给解释解释 这个事 咱这个 我考虑是各种因素 我们也很难就会确定 这个 好的 那个 邵老师 谢谢你的这个解答 是这样子 这个 因为这个问题 我关注的确实 满长时间了 专门写过脸皮文章 谈这个话题 我理解是这样 我和江老师的问题 我觉得分两段 一段的就是说 味觉和嗅觉是不是会 都是同时出现 有没有可能单独出现 正经我遇到病人 应该这样 应该多数病人是同时出现的 就是味觉嗅觉丧失 有人可能味觉多一点 有人嗅觉多一点 但也有 也遇到过几例 就只有嗅觉丧失 味觉几乎没什么改变的 或者说只有这个味觉改变 嗅觉没什么改变的 这情况都出现 都有过这种出现 它的机制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它就是说 两者既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多数人是相似的 少数人是分离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刚才提到 就是在后遗症里面 我这边遇到过几例 后遗症有几个月的 还有它的嗅觉没恢复的 背觉完全没恢复了 嗅觉就没恢复 这里面就是说 看来这两者的 它在共性之中 也有一些个性 有些人 但是在嗅联膜 然后伤害的层次比较高 它到了这个嗅丝 甚至嗅球 这种软位的 这种情况的话 它的恢复就比较慢 特别是如果说 我们只是按照常规的 这种病症治疗 常规的治疗方法的话 可能就要慢一点 比如有一个美国 一个自己是中医师 他过了半年了 他还没恢复 他是中医师 他自己用中药治疗 用证据治疗 他就效果就不好 后来找到我以后 我就建议他加头针 后来他恢复的 就目前已经恢复了一半了 加头针以后效果 以原来不用头针 只有传统的 就是局部的这些治疗方法 传统的重要方法 效果要控制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我来和大家说 有一部分病人 就是是嗅觉位置分离的 另外有一部分病人 他的嗅觉 特别是嗅觉 他的恢复很慢很慢 后代人的多数人 我觉得80%到90%的病人 都是在两到四周吧 就基本上就恢复了 当然加上我们的 症状啊中药治疗 肯定恢复的更快一点 这个是肯定的 这是谢谢江老师的问题 我是这么理解 至于少数人 你说的就是他未觉 他的嗅觉丧失了 但是新冠检测 就是阴性 这情况是存在的 这个原因很多 有些人 他的嗅觉丧失 跟新冠就没关系 以前没有新冠的人 有些人他嗅觉就丧失了 比如在我的那个文章 这次文章我没写 我以前文章知道 有些人 比如他他又患有这种 老年的这种患性生病 不是老年时代 他的最早表现 就是嗅觉丧失 嗅觉减弱 或者血力丧失 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 也有少数人 他的是新冠感染 他的表现就是血力丧失 但是他的新冠检测 就是阴性 就是说新冠的检测 不是百分之百是准确的 也有这百分之百 一二十病人是检测 就是阴性 这个情况也存在 所以说可能我觉得 还是要因人而异 就是来分析 这个病人 比如有没有其他症状 有没有其他的 一些相关的疾病 要排除一下 我是这么建议的 江老师 谢谢 这个 江南提出来这个问题吧 现在国内 对于就是有新冠症状 但是又查不出来 新冠是阴性的 这样的病人 要进一步检查 因为现在有一些是隐性的新冠 就是查不出病毒 但是他还是新冠 查呢 查什么呢 查S光 胸片 他的这个肺部感染 但是呢 表现出来的不明显 但是他有嗅觉 或者是味觉的这个变化 现在呢 就是国内对于诊断 新冠 嗅觉 味觉 已经当做一个症状 就是诊断 就是说你发现他有这个病 但是你又查不出来 他是阳性 你就要进一步检查 做胸片 来证明 他是新冠 现在就是 就是有研究呢 就是这个变种新冠 咱们这种通常的查 查不出来 必须有胸片 谢谢孙老师 提到这个问题啊 就是变种的新冠 这个我有同感 刚才那个邵北京老师提到 最近遇到这种嗅觉丧失的人 就好像他就没遇到过 这情况确实是的 在去年 就是英国第一波 第二波疫情的时候 新冠出现概率 在我这儿看70%左右 但是最近这个Delta这个病毒 就是变种病毒以后呢 在我看来就不到30% 最近我们由于这个英国 每天都有几万人的感染 都是年轻人 在这里面出现新冠的 这个嗅觉改变的人 比例就明显就低了 就20% 30%左右 像邵老师说的 他没遇到过 我倒是遇到过几例 但是总体比例是少多了 这可能也跟 不同的新冠的这种变种 可能他的这个基因的这种改变 有一定关系 所以各个国家报道 刚才邵老师也提到 有的国家报道 像英国报道 百分之七八十 有的国家报道 有的百分之四五十 有的百分之三十 中国报道 我那篇文章 就百分之五 这里面既有可能 临床医生对这方面的敏感性 有没有注意去询问 这个有关系 同时我感觉 也可能跟这个病毒的变种 有一定关系 谢谢孙老师提到 这个变种的问题 是这个情况 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的那个解释 就是说确实这个病人很奇怪 他昨天来就诊的时候 就这一个症状 就是味觉丧失 他是在检测中心 就现在不是各个城市 都有那个在停车场的那种检测中心 他是去检测中心检测了 是阴性 到我这来以后 我说以防万一再插一遍 我就给他又插了一遍 我给他亲自做的新冠检测 就是还是阴性 但是他就这一个症状 还特别严重 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所以他自己很着急 但是他并没有其他症状 所以你们刚才提到一个 就是说他有可能是 新冠变异菌株的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病人 还真不能排除旧式新冠 谢谢大家 同意江老师 好 看看其他的各位咱们校友 还有或者各位老师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可以随时在交流 您可以举手 您可以打字 也可以直接打开话筒 看这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 好像我看到这个chat里面 有一位问这个 请问汤院院长 您的病人有多少病例 接种过疫苗 现在天热病毒并没有减退 反而增加 对病毒的属性 终于有新的定性吗 终于对疫苗接种也是问题 这个我们汤教授 你在吧 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是 每天都确实是有人问的 就是说 这个病例刚才我在看你聊 刚才是什么 你是讲 疫苗接种 终于怎么看 您的病人有多少病例 接种过疫苗以后有感染的 我是这么理解 另外一个 天热了 是这样子 是这样 病没减退 反而增加了 病毒的中医属性 我们以前都会含湘医 什么等等 这方面 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 我的病人只要在疫情期间 就是平时一直来跟我治疗的 我的病人基本上没有感染新冠的 我的病人 就是比如叫一家三可 比如叫奶奶 是我的老病人一直来拯救 她就是 有个老太太吗 七十多岁 她常来拯救 又是疫情 又是来拯救 然后她就没有感染 她有一次 他们家做厨房 她的工人都感染了 她很着急 但是她没感染 但是她原女婿 不常来做治疗的 她就感染 好多 这是一部分的情况 就是说明 我的病人都每次都很高兴 假议我经常来做 我没感染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好多 我的病人 就是有的都二十多年的病人 他们思想非常顽固 他们不打疫苗 不打疫苗 说实话 我也没打疫苗到现在 因为我们就相信 中医来自然的来治疗 第三个呢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这个新冠 就是新冠病毒 暂且不提 这个新冠疫苗的属性 也是刺毒于 只是轻度的 刺毒于寒湿的 所以呢 就是说 你如果皮膚有湿的 你打了可能 第一个反应重 像我讲的那病人一样 第二个 这次打完了 他的皮虚嘛 皮虚就是肺气虚 皮肺气虚 就是免疫功能低下了 未吃就功能弱 他就也会被感染 不是讲更容易感染 他肯定也会感染 到底有 是不是没感染的 会轻易 没打的时候会感染轻一点 或者什么 这还要进一步的 这个也属于一个位置数 第二个人就是说 就算他打过了 肯定也会感染 就不是讲 没打的 如果你 我始终强调的是 正气承认 邪不可干 没打的 你正气强大 你也不会感染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的诊所这样的情况 我的好多病人都没打 他们就很相信这个不打 相信中医的话 他就不打 我给添加那个 舒兰补充一点 就是说我也认为 舒兰说的那个 挺有道理的 另外呢 我现在觉得 真的从咱们病人 和咱们自己的经历 都可以体会出来 真的中医药的抗病毒疗效 是确切的 因为我也有一批病人 尤其我的人 根本都在医院工作 坚决不打新冠疫苗 我有一个患者呢 他是我们当地医院里面的 reception 那么就是说 他每天的工作 都会接触 这些新冠病毒的病人 可是他自己呢 又是一个 慢性喘息性气管炎 所以以前呢 两年以前呢 那就说 什么时候都是必须要 这个用 每年到冬天 都是要用 这个免疫抑制剂 用这个激素 又连续用抗菌素 但是呢 他就后来以后 他就在咱们这连续 每两个星期 从咱们一颗一接诊 他就回来 两个星期一针灸 然后有时候就吃点中床药 什么这样 结果他就是从去年开始 去年冬天 是他第一次 没有用激素 也没有用抗菌素 然后今年 又是 一直都没有再犯 也没有用激素 也没有用抗菌素 他还拒打 这个新冠疫苗 结果最绝的是 今年三月份 他外赴阳性 就是他夫人 感受新冠病毒了 结果他竟然就没有 反复测了好几次 病毒感染 就是没有 所以呢 他自己坚信 这个咱们中医 给他的这个支持 和帮助 另外呢 我自己也有体会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开诊 从去年六月份 到现在也一年多了 我基本上就这个感觉 比如说 今天你接触了 有可能感染的病人 有临床感染症状的病人 我就会今天下班 吃四个莲花清瘟 或者吃一瓶火鳞双花 那么有时候真的 就是你接触他们完了 你就觉得嗓子疼 可是就每天晚上吃四粒 第二天早上起来全没了 所以刚才这个书栏说的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就咱们重要的 抗病毒作用 真的是确切的 我也来补充一下 各位老师 我来补充一下 半路插进来 由我们家自己的经历来说 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前周四 就是我儿子他们学校 新冠爆发了 我儿子呢 周四早上开始就是呕吐 然后头痛 然后一查一咽 马上阳性 结果当天我周五开始就全家隔离了 隔离以后呢 我们当时就吃了 就是我们联盟 就是我自己配方的 就是联盟的这个抗流感的这个防疫方 我们全家让人吃 我太太是长期以来 反应有什么病 她都会发作的人 结果呢 我儿子吃了第四天以后 再查那个咽的话 就阴性了 然后我太太呢 是周二的时候出现弱阳性 三天以后今天再查又阴性了 所以基本上就说 我是一直查都是阴性的 没反应 就我们就靠吃那个药 我就吃了五天 连吃了我们自己的药粉五天 就没事了 就基本上没事 我学我儿子学校里面的 就全班同学全中招了 所以说这个肯定 咱们在中药确实有 当然同时也跟个人的 那个免疫力也确实有关系 那我的免疫力好 我他的免疫力差 他是得了 可是通过吃药呢 他能买个门快就转阴了 那我呢 是一点事也没有 没症状 啥症 啥症也没有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相信 江老师说的 他老师说都非常有道理 我同意叶老师这个看法 我最近也有 也有这样的类似的病例 有个朋友 也是他的女儿 首先发作了 然后呢 他就给他吃的 那个莲花清瘟 第三天就是在告诉我 说一直在发烧 一直干什么 当天就确诊了 当天就确诊了 我就给他寄了 我的中药过去 然后呢 我说你也吃 他说我没有问题 我现在很好 但是第二天 他就开始不舒服了 一查 他也确诊了 然后他就吃我的中药 他女儿呢 也开始吃我的中药 三天以后 他一点症状都没有了 再去查 就阴性了 三天就完全阴性了 女儿一直又过了 差不多一个星期 才完全转移 最近呢 印巴 印巴的朋友 也是 一家一家就感染 也有的有症状 有的没有症状 但是服用中药 很快就转移了 症状以后消失得很快 而且现在这个DELTA病毒呢 我们看到的 能够找到我们的 或者都是很轻微的症状 也像刚刚几个老师讲的 没有这种味觉嗅觉的丧失 基本上我看到这些新的 今年的 今年这段时间 都没有味觉嗅觉的丧失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一般就像一个 一般的流感一样 症状就 没有像去年 或者是 以前那么典型的 新冠肺炎的症状 再一个关于这个 嗅觉和味觉的问题 前段时间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也在一些讲座里面提到过 我们还要从中医的开窍理论讲 你像这个嗅觉 它就是开窍 就肺的开窍 这个味觉呢 就是疲惫在这里 肯定是它影响到这些窍了 那么肯定我们的相应的脏 产生了被它毒害了 有这个瘀毒存在 只要没有这个瘀毒完全消除掉 它这个味觉和这个嗅觉 就是不会说完全的恢复 而且呢 它可能不可能 也可能是独立的 你如果是这个 只是影响到肺了 或者大肠这些功能 它影响到这个嗅觉了 它可能就不影响这个味觉 而这个胃和肺 都同时影响了 它可能这个嗅觉和味觉 都会影响到了 在联床中 我们能观察到这些 在脉诊上和一些 经络的这个触诊上面 你像叶老师 你可能也注意到这些问题 经络的触诊方面 你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 相应的经络 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病变 这是我的一些 联床的观察 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 看看有没有 更多的这方面的经验 我还想再补充一下 我个人就说 这个关于这个 IgM转阴的事情 就是有些病人 他没有症状的 他就是IgM转不了阴 是吧 咱们也有好多 有些来那个 想要求这个 来来调这个回国的时候 开证明的时候 没办法通过这个检验结果 我就个人认为 这个经络循整 这个思路就特别好 就说他 你他没症状 可是经络上还是有症状的 那我们就根据经络 这个症状给他调整 就好了 那我个人的 最后就是实际上就发现 实际上IgM不转阴 就是三阳经有问题 实际上就还是 最后还是苏干 就是那个苏丰清热的问题 苏三丰寒 解三阳经的 这个阻塞的问题 所以我们我就也是 用我们同样的那个配方 就是一个防疫方 就给他用 多数来讲 一个星期左右 他就能转阴了 不管有个思路 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 非常正确 一定从阳经上处理 特别是这些东西 这个阳经上处理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比从阴经处理要好很多 没错没错没错 我个人觉得 就是我们在治疗上 不管是对待这个 新冠病院还是阴性 还是阳性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 扶症曲胁的问题 不要破坏它的症气 那个只要症气在 你那个中药治疗 那么 在辩证的基础上 用下去一定有效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 不要乱治瞎治 乱治瞎治 不如不治 在我们中医上 也要这样考虑下来 另外一个 过去古人说 武艺之治 皆相染疫 物问大小 病状相似 这个认识 对于新冠病毒来讲 不一定合适 不一定合适 我在第一病的时候 我就接诊了一家人 这一家人 一家六口 根据后来的情况来反应 包括后来做 抗体检测以后反应的话 这一家六口 四个成人 全部当时候犯病了 犯病了以后 这个老人 因为当时一发病 因为他有很多 又在国内做了什么 透析 渗透析 很多的病 很多的基础病 当时一发病 就急转直下 他就是死掉了 很快死掉了 他不是第一个发病的 他第一个发病 是家里的女婿发病 别诊断时 当时做了核酸阳性 那么我们中药方面 就给他及时配合他的 及时治好了他 他所幸的 他自己当时 家里还背了一点 国瑞带来的氧气包 因为他不是 他这个老丈人 不是有病吗 带了氧气包来 他这个情况 实际上是重症的 他因为他自己 消养 我们中药放上去以后 很快就治好了 后来他家里 这个成人 全部一个一个犯病 但是症状 临障表现 很不相同 这个女婿的话 他讲的胸部 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是发烧 拉肚子 发烧拉肚子 而他老婆 发病的时候 他讲胸前 火烧火料的 火烧火料的 他讲就是胸部 不舒服 这个发烧 又是火烧火料的 他的老丈母娘 也有这个问题 丈母娘 但这个症状呢 他们一家的症状 都是属于普通型和重型的 轻型都没有 但是星期后来发现了 他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的话呢 后来查出来 有一个女儿 也是抗体阳性 但另外一个女儿 抗体是阴性的 一家人 从一个屋檐下 五个犯病 有一个没有感染 其中还有一个感染了 但没有症状 他专门了 还有一些其他症状 有重症 有死症 死了的 还有灰火了的 就是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人的症气 在里头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小孩子 他感染了 没有症状 后来也是阳性 这个就是抗体阳性 得到回顾性确诊 但是有一个小孩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阳性的表现 所以的话 我们讲的话 我们因为看来 很多这个新冠的病人 他没有得到治疗 但后来也基本上恢复了 就是你不要在得病的时候 你不要戕害他的那个症气 我们中医 就这点就是扶症驱邪 扶症驱邪 并不是一定要用补医的方法 驱邪就是扶症 好 我就谈这点感想 谢谢各位 好的 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各位老师的分享 现在我们 我看到咱们那个 临床经验会场的 这个各位老师 大家都讲 还有咱们很多 咱们校友都回来了 现在正好也是四点半了 我们是不是按照 我们的时间议程 进入下个议程 最后我们的闭幕式 我好像我们这个 北兰雄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 要放的 还是这个 所以先从里头开始吧 好的 我们闭幕式 还有两位老师 我们这个 就你这边 有没有什么 刚才说的 要放个什么视频 还是怎么 是的 他那个应该是 我们老师致辞之后 我想 这样的话 今天一天 分两个会场的讲座 已经圆满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